作为在龙岗生活的居民 我觉得非常丢人 这里是龙岗的地标性建筑 如今停工一年多 由于体量金额较大 迟迟没有企业来接受 因为拿下肯定是很难赚钱的 2018年世贸拿下这块地的时候 规划建设700米高的摩天大楼 仅次于迪拜塔 世界第二高 除了要建中国的第一高楼 还有三广平民的高端商业 还有世界著名的国际学家哈罗公学 以及成群的设计楼和文体配套 那个时候大运片区也是相当的风光 很多投资客户都来大运片区投资买房 就连世贸深港国际中心的公寓 单价都要卖到五万起步 千万总家的总裁公寓 也是卖得非常火棒 当时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惨 由于龙杆的地标建筑面临难尾 全网都在调校龙杆 近日有媒体爆出 有部分楼栋开始复工 深圳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参与复工的是安居建业 安居建业介入 主要是为了保交楼保交付 只是接手了已经开发 并销售的部分公寓 项目的整体全面复工 目前还没有公司接手 回想在2018年3月26日的动工仪式上 世贸曾表示 第一高楼要在首期开工项目内 三年完成进度的50% 整个项目要在五年内完工 如今五年过去了 仅仅开发了部分公寓产品 我们期待了3.2平民的高端商业 被砍掉一点高度的摩天大楼 以及深感好做的文体配当 什么时候能够动工 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 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 深圳的旧改搞成了这样 我都想搬回了住了 早期把旧楼移交给了发展商 现在项目又出现了停摆 主要是承诺给我的过度租金 也无法兑现 我找了个装修师傅过来 想把那些已拆了的门窗 重新安装好 再贴上招租的广告 也不知道这个村县做生意的小铺面 都已搬走 晚上没路得乌七妈黑的 那些租客敢不敢进来 大家好我是南威楼瘦海的冰哥 说的是我们房子 六月三十号完工的嘛 我今天过来看看到底完工没的 还有再聊一聊我们群族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 走 还是老样子前面是不会让我警戒 我只有从来后面偷偷的跑进来了 感觉没有声音了 走到里面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 嗯快了快了快完工了 看到没吧 这玩意儿嘲笑的比人都多 你妈 你人们打工地上一个毛都没得 狗都没求得你妈 前几次我们去找当地 他们说的是六月三十号后面完工 后来又改成了四月三十号完工 反正一推再推一直推 当地四百目的大楼盘了 就这样摆起 这段时间不是一直没动工吗 我们去里面就能提出了 我们大家一起去找当地 了解一下为什么没动工 然后第二天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咯 没想到当天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 我们群主被莫名其妙带走了 这种事情 每次我们去找他们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当天把你带走 晚上就会把你放咯 这时竟然没有放 与我了解 是帮我们群主安了一个非法及指定名号 然后我们群主就牺牲了十五天 你说那个还有没有天理 还有没有王法 因为这房子一直没动工吗 我们监管资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 根本不懂铁铁牛腾 请你们大家就一直认同 我们抽点钱去 请个律师 叫律师帮我们抛一抛擦一擦 然后我们就强烈要求群主帮我们 保管一下钱 然后就叫群主发这个罗马 我想就是这个罗马 还能我们群主吧 你说还有没有天理 我们所有的购放资金被女的卷炮了 不去抓 我们一个老百姓 受害者你要抓 我们最大一错 就是相信了你们相信了女的 我们的监管资金 谁跟我们监管的 无证谁发的 我们监管资金没有了 我们想问一下 钱去哪里了 你跟我说我们没权力 那我们想去一个律师来帮我们查一查 你又跟我们安用个非法机制的名号 唉 难为了受害者 是多么无助 多么悲哀 谁能理解 真的希望有超级老大人看到我这个事情 能帮助下我们 我们真的太难受了 又要供房贷 又要租房子 还得不到自己的房 你们这辈子都不能理解这种感受 在这里我代表全体 要求求求你们当地的老大们 帮助下我们吧 我们整地很无助啊 求求你们老帮助下我们 大家好我是张七 大家好我是张十八 今天我们去维权 然后有了新的进展 差不多了 进展 因为我们买的呢都是期房啊 并不是县房 我的合同上写的是 22年6月份交房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23年6月份了 也就是说延期了一年 但是关于违约金的事情呢 他们只字不提啊 也就是说他不想给了 欺人太甚 没错 欺人太甚 但是今天有了新的进展啊 就是说他们这个违约金呢 不打算给你钱 他要给你代金券 车位抵押券 也就是说等你买车位的时候 用这个代金券来抵押 但是有些人不需要车位 他不想要车位啊 而且这个车位的价格也不透明 他给你一万的代金券 等卖的时候又涨价一万五 这不就等于没给吗 我们赔了富人又折兵啊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违约金的天数被改了 按理说在延期的这个时间里面 每一天都算违约啊 都应该给补偿 但是他们给扣掉了100多天 说是有两个月的合理延期时间 还有因为疫情而停工的40多天 所以在赔偿的时间里面 要扣掉这100多天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合不合理 我们现在呢还在研究 好好研究一下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同意 使用代金券作为补偿 他们只想要现金 所以接下来可能要走法律程序 因为我们跟开发商 信访班 住监局等等各方面都有过接触 但目前来看 没有办法落实 而以我自己来看 应该也落实不了 总之这不是一时半会能弄完的 而且房子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收到 吃人来顺 OK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还会后续跟进 想要一点赔偿 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